李毅 自君于 隆熙嫡道人 后前河南洛阳唐代诗人 大历四年近世 出任郑县卫 久不得升迁 建中四年 登书盼拔翠科 出身隆熙李氏 姑赃房 初因仕途失忆 后器官在燕照一带漫游 后官至幽州营田副使 简教吏部原外郎 前简教考工郎中 家御史忠诚 唯诱散其常侍 太和初 以礼部尚书 致逝 李毅以边塞诗出名 擅长绝句 尤其是七言绝句 其作品有《江南曲》 从军北征等 李毅与霍小玉的故事 唐人蒋房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 记载了李毅 复新 薄姓 辜负歌迹霍小玉的故事 是唐朝传奇的名篇 蒋房是唐宪宗时期的人 当时李毅还活在世上 造谣的可能性不大 霍小玉原是霍王府上婢女的女儿 15岁时 霍王死了 霍小玉和他母亲都被赶出王府 霍小玉沦为歌迹 16岁时遇到李毅 当时李毅二十出头 应该是在大力六年参加智科考试之前 霍小玉明白自己地位无法和李毅真正在一起 于是他和李毅约定 妾史年十八 君才二十二 代君壮史之秋 永有八岁 一生欢爱 愿避此期 霍小玉希望和李毅一起相爱八年 之后任由李毅选取名门闺秀为妻 自己出家为尼 但是李毅自受官正宪主顾之后 立即与高门卢氏女子成婚 在这里说一下 诗人卢伦就是卢氏女子的哥哥 兄长 并且躲避霍小玉不肯相见 霍小玉相思成姬而死 李毅因为这等负心情境受到当时舆论的普遍谴责 自己的内心也留下了阴影 霍小玉传 旧堂书等书记载 李毅对自己的妻子非常不放心 出门要把妻子绑起来 甚至脱光了用玉盆盖起来才放心 这个位置在这里 还有它没捏 您把妻子绑起来 但是我需要的妻子绑起来